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比赛当中就是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是什么吗 就能弹的点 它都弹的秀啊 真的来气 操作还是要秀起来 是 来看连续的单线连续 这边单线连续没有过去 对 单线连续有点歪 这边孟琪现在属在一个第二的名次 是 对 所以看二十哥在前面跑得非常舒服 没错 那后面几个人的距离也不逐渐地拉开了 对 这把第一圈有55啊 哦 这么快吗 要破纪录了 对 其实北海渔场这张图不太好预测一个成绩啊 因为很有可能一两个细节不一样的能互相弥补或者互相抵销 但是它这局预测一个49小 预测49小吗 诶 刚说完这一个副位 嗯 这个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你也不是白来的呀啊 功力还是很足的 对 有序了一个赛季了吧 嗯 这个对不起 这卡拉斯下场要打我了 而且这个失误也太严重了啊 对 是暴力直接上墙了 应该是 对啊 有个副位 而且弹季也没了 这样的话 孟奇来到领跑位 即使加折星空猎手 KR四驾双战神 在后绝情况下也是不容作观的 是 这个弹前选 你可能过来的话 这个距离只向最后一个点可以拉近了 是 再来一个暴力 来看一下 哦 这追不上了 是 这个很难去做后绝了 那自己还准时一个双身 是 这边 孟奇也没白 那 恭喜暴风孟奇 先拿一分 是 KR四还很冲线啊 这一分有点香啊 没错 雾念第三 南北第四 恭喜雾念 看一下 四个仓球角影的对抗 没错 这个时候选个雷诺 不是很香吗 那想法很美好啊 确实 是 在尤其六人当中 你用一个雷诺 基本上 都可以和指挥官干一干 但平常是这一局出去的也很快啊 对 这个起步很难就做一个后追 孟奇还是来了第二名 哎 这边把单击放了以后又来个空中断弹 应该是 有点冲昏了头脑 忘记了跑法 是 这个太着急了嘛 是 我们看 雾念哥这个基本功啊 给到雾念哥的视角 是 这个操作还是很好 对 所以说其实雾念在比赛上 一加八个市场的情况 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 对抗和调整慢 对 就可能 有对抗和失误的情况 也可能脑子就稍微 有点乱了 有点乱 是 他这种后脸膨 可以跟孟奇聚拉近啊 没错 你看这个 这个操作其实非常到位 哎 这个小柯小柯一样 一个淡气眼镜 再来一个进阶 淡气有没有延续上 对 这里其实也不需要延续 对 刚刚前面KR4 直接插了一波小道 是 其实调整过来 旗舰还是要有的啊 绣还是要绣起来的是吧 孟奇今天也猛啊 雾念开始做后追 孟奇如果不给机会 雾念还是要拿第三 那对雾念哥来说 也是一个打击 但是KR4这一场非常顺利 可能有个16能卡着吧 16跑不到 应该17了吧 没卡到 17.3 感觉今天雾念的一个细节 还是会比较到位 嗯 之前 KR4跑了一次 1分15秒56 就在这个比赛上 也是四人混蛋 是 这张图也考验极器嘛 对 尤其是前面几个弯道 后续的话 后追这个赛车 是很大的 测试小分 再来一个小幅度的进阶 顺利杀了出来 来看一下 到漩涡处 谁是那个一马当先的人 是KR4 而且后面的人还有一些距离 根本对抗不到他 对啊 这个距离很难 每一次的这个对抗都是交给孟奇嘛 看一下这边南北上来做一个对抗 这边孟奇路线本来是歪的 但又被南北给撞震了 是 这个感谢南北 啊 感谢南北送的大礼包 哈哈哈 让我送上正道 没错 KR4又冲出来了 后面三个人 依然是很激烈的对抗 这边孟奇稍微有点歪 对 有点迷失方样 但是南北不忘初心 还是守在自己的道路上 是 后面污蔑的话 出现比较重大的失误 落在比较远的距离了 没错 再来 这个跑法乱了呀 他有点少单气 然后用了第一圈的方法 是 少了一个单气 但是第一圈的跑法 其实也不是很对啊 对 嗯 有点乱 孟奇要其实找回自己的节奏 因为从前两句表现来看 他的发挥还是比较出色的 只要能超越GX2南北 还是有一定选择权 但是南北的话 开上一辆小海轮后追 特别的稳啊 对 而且就是融合欲高嘛 你看这一个点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你开一个ECU以后 不做单气延续都可以 所以再开几个单气 按住右方向键 顺利通过 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KR4也冲现了 1分23秒 看南北这边 这1分20秒冲现 5年最后1分28秒 29秒 3分30秒 帅 是 飘移手感已经好了 对 然后时间也快 对吧 看起步 3个指挥官 对抗辛勿哲 大家看辛勿哲 这个飘移速度 5年先上场 还是要比指挥官更好一些 不过下一个弯道要卡器 就有一点伤害啊 比较是没有单气啊 是一个单气跑 他是不是看着对面的指挥官 错以为自己也是指挥官呢 应该是前面的对抗 就是对抗 及不了单气 是 这个地方顶着卡器 也是比较难受嘛 是 再一波弹射 KR4反超了5年哥 现在GFR南北来到顶跑位 就像我刚才说的情况出现了 南北如果说再拿一次移 他和孟奇的对决 其实是非常激烈的 是 而且孟奇现在落第4名 也很难去争夺这个第一名的名次 对 或者说第二名 他现在要面对一个KR4的后追 对 但是这个时候污蔑就应该上啊 你是指挥官啊 不过说到一点啊 其实要说新舞者 一个特别大的缺点 就是弹射 是 弹射的手感 对 因为他飘移属性比较强 太强了啊 飘移属于好的车转向就要差一点 他被动终于来了 对 我好久都没看到他的被动 是 等了好久 终于在一分钟的时候看到了 对 出来混走人要还的嘛 二四哥哥其实 哎 延续触发 欧气守恒定律 第一篇没有 第二篇要开始了 不过乌念哥也上来了 乌念哥说你以为我吃醋的猫 我驾驶着指挥官 我要指挥整场比赛 开始了向对抗大师KR4发起进攻 我今天就要把你给办了 没错 今天这个第一名 拿不拿到不重要 这个时候是能对抗过 KR4也是一个好的开始吗 是 不过KR4说我拿不了第一 我还是要选足拳的 KR4还是在求稳 哎 这个CWW点的有点快啊 看一下这个 进阶段也非常快 现在南北 哎 这一圈南北其实跑得非常的稳啊 对 南北这一局应该有个 56大 接近57左右的成绩 哦 那还是非常不错的成绩 你来看一下 中间成绩会不会 如宁卿所说 1分57秒小 差不多 嗯 看下孟琪这边应该是出现比较大的失误 对 你说为什么和你猜的有一些出入吗 嗯 嗯 来看一下啊 哎 孟琪是真的在困难途上有所造诣的哦 看一下西部 西部指挥官肯定是更有优势的 一个小飙装备以后 哎 被南北卡了一波内造 对 这里开几个ECU吗 好像少了一个人 哎 对 这边 雾念有没有过来 没错啊 这个ECU是岩石开了一下啊 这个 还是可以开几个氮气 直接开氮气 跑到特别期限 对 随便一个甩尾过来 一个 哎 这个孟琪直接甩尾下去了 没错 来看一下 哎 南北一个拖飘 那我们可以关注一下P24的成绩了 因为对于后面三密战友来说 如此的距离 其实不足以向P24的攻击嘛 对 然后后面的雾念 又是一个复位的失误 嗯 嗯 雾念哥对于这张图 我为什么说对他抱以期待呢 因为就这张图他在 比赛场上真的 基本上都是很难完成比赛 说明是这张图是他比赛的一个黑洞 对 所以说如果他如果能够在这张图 在完成比赛 其实是变向的在 哎 又再一次证明了自己 是 这个点的话 因为可能这张图的话 后追其实是很难受的 因为速度太快了 对啊 你要这个哎 就来了 就是这种 刚弹就弹下去了 对 而且很多新闻弹射点吧 你不踩他慢 你踩了 他又不一定把你弹到哪去 如果你车头方向不正的话 就很难倒 是 孟琪这边的话 也是你这个复位的这个 甩尾过来南北这边没有踩上 在我们聊天之际 KAS已经跑得不见了 是哎 我觉得这个成绩啊 真的有可能是34点几啊 是吧 有33啊 是吗 有33点几 哇 这出完26的成绩 33点几 没错 来看一下 最后一个弹歪一下吧 24哥哥 最后33 33 33 哇 真的厉害 真的厉害 一个都没猜 前面 前面挡了那么多 还是跑了一个33点3 对啊 这个 这个起步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吗 是啊 只有南北跌跌撞往的完成了比赛啊 是 做个人吧 可以这么说啊 是 对吗 对 还有一点 其实UKS本身就是三指 对的 对 三指出道的 对于三指的灵魂应用 肯定是要比其他人更加得心应手 是 起步直接谈 看一下哲聊第一名 但是因为氮气没挤满 又被两辆惊恐超越 是 孟琪来到顶跑位 悟念现在紧随其后 现在四名选手 除了孟琪以外 都是很容易发生名次的更替啊 哇 悟念一卡二 这边直接来到第二名 但是在速度上不及K24 还是被K24反超 现在孟琪面对K24后追 有点难受 是 其实氮气是有点问题 这边K24在谈 孟琪在一个领跑位置 能不能稳住 对 因为35秒过后 其实就是海神的天下了 这个后追的速度 我看一下这个 长颜续点过来 一下子拉近了距离 对 而且的话 像这里 海神是不需要卡器的 在那还是卡的 好选一点 这个早上就不说了 对 刚刚就被打电了 三个单气跑法吗 对 我觉得再谈过来看一下 这个距离又是再一次拉近 有的时候悬入卡器 其实真的是个个人习惯 对 其实卡的也过往后背 下一个弯道可以过得更快 对 而且这几个弯的话 孟琪也不能保守 K24就在后面 对 而且海神 而且他跑得也是挺快的 1045秒55 完成度还是比较高 看起来更强 恭喜抱抱抱孟琪 而且最后南北还挤掉 K24来到第二名 有一个选择圈 是 今天对抗大师 反而在对抗上面 被两名选手接连上课 是 这个 也是没有想到的一个点 这里我觉得幸好没让K24 拿到第二 是 反正我三分拿到手 怎么样都不慌吗 没错 来看一下起步 起步 孟琪这一波很快 孟琪这一波很快 然后K24还在第二名 看这个弹射 反正稍微过来没有去弹射 可以干净续 孟琪和南北是越打越激烈 而反观K24 由于对抗原因 反而是一直识别 但是这边 找了一个内盗 是 哎 下一个外卡呢 孟琪卡到墙上 看下南北是做一个对抗 污念也上来了 就算你是雷诺也要卡你 是啊 这边还把南北卡一下位置 但污念下一个弯道也顺着 是雷诺也通过 是 污念哥来了 还是下是晴天雷诺 先赞助第二名位置 但是领考的是K24 即使加十字腰 对于晴天雷诺来说 后追也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十字腰在这张图上 未必在地质上 就照晴天雷诺吃亏多少 对 这边小一条 中他的细节也是做得非常的好 在一个进阶过来 看下这个三连键进到 因为十字腰的客向属性 是比较适配十一层的 对 反十一可能照正十一 就像差的逊色一些 对 因为反十一还要看集气 看这边 吴念哥有一些小失误 然后挡在了后面的人 对 后面三个人的距离 还是非常接近的 看着一个进阶 越跑越远 这个你们三个人对抗 K24就走远了呀 是 孟奇开始弹起来 但是和南北还在打 哇 这两名选手是越打越激烈 而吴念哥是越跑越舒服 哎 孟奇一个进阶直接上墙 是 南北是先斩孟奇 再打吴念 南北说挡得受不了了 没错 开始往前冲 对于吴念哥来说 你受不了也得接着受着 因为现在第二是我的 第二四这个距离已经非常远了 哎 南北一个那一天开始时间 反超再来一个小飘断蛋 这个手速非常的快 一个特别极限的切弯 这边做一个对抗 是的 那 吴念哥这速度下来了 紧接着两个 两圈子这边 但前续都没有多少 没错 那恭喜蛋博K24 拿下了第二轮比赛 为自己的队伍积得五分 那这个总分八分将即将来到第一名 是啊 孟奇这边是获得了第二名三分的加分 对 不过也看到K24是输了一口气 说明这一轮比赛他打得并不轻松 还是有压力的 对 压力还偏大一些 那大分都不同 4210 是的 所以说不需要进行加赛 再次恭喜蛋博K24拿到本期的第一名 是 四位选手可以先下场休息 看一下接下来自己队友的比赛 如果有可能的话 进行一下紧张的备战 备战一下kyf模式 是的 还行 是 而且其他三支队伍的得分 尤其是蛋博和gifr 87已经比较高了啊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